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岳哥,有请新老朋友们多观看多关注,多订阅多打赏支持 频道呢,说实话,目前确实比较的小微,但是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这个路上呢需要朋友们的陪伴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周末围绕着疫情的溯源,中国和美国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交锋 比较突出的美国方面至少是两个大动作 先是美国CNN就独家披露了美国的情报部门截获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数据库 第二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美国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麦考尔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现在有非常令人信服的间接证据 就足以显示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内制造,并极可能意外的泄露出去 这个是美国方面两个比较重头的消息 中国方面也没有闲着,其实从7月底以来 中国在新冠溯源这个议题上已经改变了策略 采取的方法就是反手围攻和美国形成了非常激烈的所谓的拉锯战了 具体到这周的周末有一个纪录片非常值得一提 最突出的就是新华社发了一篇通稿一个短消息时间 是在8月6日的晚上9点过3分07秒 新华社说了什么呢? 说有中国网友在推特上就发布了一条名为 德宝医院的短视频受到海内外网友的关注 这个社交平台就是YouTube 新华社还言之早早 这个视频透过了层层的推理回溯了新冠肺炎 与美国德宝生物实验室基地之间的一个扑朔迷离的关系 我就注意到在新华社发出这个消息之后 中国呢很多地方的重要的党媒都在转载 当然还有央媒了 有中国大陆的朋友还跟我进行了交流 说他们已经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消息 来问我有什么看法 可以说铺天盖地都是这样的一个短视频 这个视频比较的短 8分钟多一点 不到9分钟 有些朋友可能没有时间去看 我概括一下 最核心的意思主要是两个 第一点 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关闭 而且美国人抽电子烟导致的肺炎 也在新冠爆发前流行 所以这个视频就认为 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巧合 同时因为德宝在历史上有病毒泄露的先例 所以视频看上去是在暗示说 再一次泄露 没有什么不可能 第二个意思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视频就强调了 2019年美军是透过 美国美军基地的血液的项目 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 而不巧的 进入意大利美军基地的一些志愿者 平民志愿者就成了最早的受害者 接下去把新冠病毒就传到了整个意大利 基本上的脉络是这两个 给出的核心暗示两点 第一点 中国的新冠病毒的爆发很有可能是来自美国 主要途径就包括在武汉举行的军运会 第二点 欧洲 意大利方面的新冠病毒的爆发也是来自美国 主要的途径就是血液的项目 这个视频在油管上 在YouTube上有中文版本 点击量上的也还是比较的快 但是呢 这个视频不管是在中国大陆 还是海外的华人中间 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我就注意到有些朋友说 他虽然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去到美国溯源 比如说去德宝溯源 但是中国这样的视频 他持保留态度 认为有一些疑点 有哪一些疑点呢 我做了一些梳理和概括 我们来分享一下 第一点 中共的媒体 央媒党媒等等就称 这个视频德宝宜云 是中国网友制作的视频 短短的就是一行字 也没有说姓甚名谁 但是你仔细看一看这个视频 它的制作简洁水平那非常的高 同一时间就推出了中英文版本的解说字幕 又可以说呢 效率非常的高 当然更关键的一点可以看到 这一则视频推出的时间 它核心意识的表达和中共和北京方面 现在要说的话 正在说的话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所以也难怪有朋友就质疑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这个视频都像是中国国家队的操作 哪里有半点普通网友的影子呢 而如果一定要说是某一个或者某一组中国网友的制作和发布 那看上去呢 似乎也更有可能是官方受益的 第二点 这则视频就提到了美国的武装部队血液项目 认为这个项目就是新冠病毒进入到欧洲的路线 很多朋友对这一点感觉到很奇怪 我也觉得作为一个一直关心溯源的一个小微的自媒体 我觉得确实让人感到忧虑 为什么这么说呢 新冠病毒如何进入到欧洲 现在欧洲的国家也在研究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还没有一个定论 武装部队血液项目就是美军的一个目前比较完善的血液保障系统 从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 包括德宝在内 每两周进行一次血液的采集 然后把血液就运送到英格兰和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图 其中一个基地叫做阿维亚诺基地 那这是一个空军基地 还有一个基地叫做卡塞尔德尔丁 这是美国的陆军基地 所以视频就是在暗示德宝的血液 因为有人感染了 透过空中运输的途径进入到了意大利 最后就扩散开来 第三点 也可以看到很多朋友看了这则视频之后就说呢 德宝一云有一些事实的错误 那么如果连事实错了 基于事实所做的一些判断推理 那毫无疑问八九不离时都是错误的 会导致逻辑上的错误 随便举两个例子吧 第一个视频就说呢 德宝实验室发生了泄漏 但事实的情况是 2019年八月 德宝是被关闭的 而德宝所在的马里兰州 福里德里克县 第一期确诊的新冠病毒的这个病例 是在2020年3月16日 所以这个在时间顺序上是完全 理不顺 第二个关于电子烟 电子烟导致的肺炎 2019年夏天 全美大概是五六百人 因为抽电子烟而患病 然后入院接受治疗 这个是中国官媒所做的信息的汇总 中国官媒还特别提到 根据中方的一些科学家 对美国的文献进行的一个调查和研究 在电子烟肺炎患者中 大概是16人被美国的专家 判定为病毒性感染 电子烟肺炎发展到2020年1月中旬的时候 全美就医的病例是2600多例 死亡的人数是60例 结合刚才的数据以及一些背景 再来看德宝遗云这部纪录片 它真的又产生了更多的遗云 它是不是在传递这样的意思 就是中国的一些人 中共的一些人吧 认为美国得了电子烟肺炎的人 其实得的是新冠肺炎 结果被美国误诊了 或者说不但是误诊了 干脆编造了一个词语电子烟肺炎 来做所谓的蒙混过关 这是不是这部纪录片要表达的意思 或者说这是不是这部纪录片背后的 北京的一些人要表达的意思呢 前面提到了 这是让人非常忧心的 因为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中国的一些媒体已经对电子烟肺炎 是新冠肺炎做出了辟谣 这样的消息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 您现在还可以搜到 结果现在这样的一些言论 过往的所谓的阴谋论 现在登堂入室 进入了官媒 进入了党媒 进入了央媒 进入了德宝一云这样的纪录片 所以很多朋友就在追问了 如果说电子烟肺炎真的是新冠肺炎 怎么可能一个夏天 只有几百人患病住院呢 怎么可能只有抽电子烟的人才患病呢 怎么可能只有十几个人 被诊断成为病毒性的感染呢 怎么可能负责接诊和治疗的医护人员 一般都没有被感染上呢 很感慨啊 谣言是战胜不了谣言的 谎言本质上都一样 不是说你这一家的谎言 就一定比那一家强 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方面的反应 美国之音在周末的时候就放出了 对美国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 共和党领袖麦考尔的专访的内容 根据麦考尔的说法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那他对新冠病毒的来源 以及他是如何传播到世界各个大州去的 那和中共的解读和德宝一云 这部纪录片的说法是完全的不同 我们快速的来看一看 他的结论部分说的就是呢 基于现有的优势信息 有文献可查的混淆隐藏和销毁证据的奴隶 以及缺乏与此相反的实际证据 新冠病毒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 在2019年9月12日之前的某个时候意外释放的 该病毒有可能是天然的 也有可能是基因操作的结果 这个就是他对病毒源头的一个解读 然后这场运动会指的是武汉军运会 成为国际媒介把病毒扩散到世界各个大陆 在武汉内部的传播有可能是透过武汉的地铁 证据有哪一些呢 麦克尔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有提到 那么现在您看到的就是 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少数党幕僚 这份报告中所列举的一共是6点 麦克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 也特别强调了 你看一看所有这些间接证据是非常令人幸福的 足以显示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内制造并极可能意外的泄露出去 他也承认这样的一些证据是间接证据 最后这一份报告也给出了相关的建议 其中就特别提到要制裁中国科学院以及相关的实体 而且还特别提到 现在是要求彼得达萨克来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了 彼得达萨克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证力 有过长期的一个科研合作的关系 在世界卫生组织今年2月份去到武汉进行溯源调查的时候 彼得达萨克表现的比较的活跃 频繁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 对中方的接待以及数据的提供表达了满意 我在此前的节目中也提到 其实彼得达萨克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武汉溯源团队的team leader 不是领队 所以他的活跃的表现也难免引发了各界的猜疑 以上分享的就是这个周末 中国和美国方面围绕着溯源所进行的最新一轮的 你来我往口诛笔伐 当两个观点完全不同的时候 至少存在这两种可能 第一点要么一个是对的 另外一个就是错的 一真一假 要么这两个观点或者两个看法都是错的 都是假的 但无论如何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这两个对立的观点的同时为真 所以眼下关于溯源真的是云遮户绕 8月24日 美国情报部门为期90天的溯源相关的结果就会出来 不出意外的话 溯源可能很难说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对于关心溯源 对于希望下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能够晚来 能够不来的人来说呢 溯源的结果恐怕短时期内不会破镜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人新闻 我是岳哥 有请朋友们多观看多关注 过往我在中国大陆以及海外的机构媒体 担任过记者 编辑高级编辑 以及特约记者 很开心 有机会和朋友们多交流和分享 渴望得到朋友们的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和打赏 谢谢各位 让我们下期见